股市重挫加上通膨影響 让不少民众资产缩水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发现 六成五的上班族有储蓄的习惯 而平均每个月可以存下 一万一千八百五十八元 另外三成五的上班族 完全没有多余的钱可以存 一直以来都是一直存款 就可能定存跟活存这样子而已 那为什么会想要选择存款 而不是其他的投资方式呢 因为我觉得其他的投资方式 其实风险还蛮大的 就包括像股票一样 就是大家可能觉得 太极电很稳什么之类 最近也是这样子 我觉得这方面真的 我没有那么大的心脏 去负荷这样的事情 我们发现上班族理财 最常见的工具 还是以银行储蓄为最大中 但八成左右 那么其次的话就是股票ETF 那再来就是像是一些 储蓄型保单 投资型保单 那最后是像基金外币外汇这样子 但我们进一步来看呢 其实只有六成五的上班族 有储蓄的习惯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剩下的三成五都没有办法 有余裕可以储蓄 那也显见说 其实薪资缓慢的成长 追不上物价通膨的速度 所以也让这个上班族 会觉得捉襟见肘 没有余裕可以做投资理财 上班族投资理财 最怕遇到的状况 第一个当然还是失业 没有中断了收入的来源 因为大多数的人 都是透过正值的收入来源 来做额外的投资 所以假设说呢 不小心遇到了失业的情况 很担心这个投资的本金就不见了 那么其次的话 也会担心说 投资的机构破产了 像过去的雷曼兄弟一样 那可能资产在一期之间 就会化为乌有 那也担心说买的股票呢 突然暴跌 或者是招人诈骗 这些都是上班族比较担心的 遇到的投资的陷阱 存款人存在每一家 同一家金融机构的存款 300万元的部分 平均有98.1是受到 300万元以内的保障 也就是说 大概才1.8和1.9的人 大概会超过300万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假设存款人 其实也没有必要特别去 分散存款 如果你的存款在300万以下 其实在同一家金融机构存就可以 如果你超过300万 你也可以看看 分散到不同金融机构 如果其实你只要相信政府 平常也会做风险控管的工作的话 其实放在同一家银行 随时注意一下 如果有风吹草动 你再行动都还来得及 所以所谓98.1是 平均98.1的存款 都会在300万以下 所以都完全受到保障 包括本金利息 包括外币 都受到保障 调查也发现 高达4成8的上班族 拥有正值工作以外的第二收入 其中5成8收入来源 是兼职打工 而另外4成 则是拥有投资获利 带来的被动收入 到底上班族 想要有第二份收入的 原因是什么呢 那最重要的目的 当然还是要提升 自己的生活品质 将近一半的民众 都是为了这个原因 再来就是现在的人 越来越长寿了 我们退休的时间可能会很长 可能20年30年 所以要提早的为退休做准备 那也有人希望可以财富自由 或者是财富增值 好 那理财说最怕遇到什么呢 最怕遇到状况就是 你的第一份本金 也就是你的正值收入失业了 那导致你的收入中断 这是投资人最害怕的 还有就是你投资的机构破产了 血本无归 或者是你买的股票暴跌 那最后是遭人诈骗 这些都是上班族最担心的 好 我们进一步来询问 储蓄的状况究竟如何呢 那发现有三成五的上班族 是完全没有储蓄的 那这理由也很简单 就是因为薪资扣掉生活费之后 完全没有余裕了 无法进行任何的储蓄和投资 那反观呢 有六成五的上班族 是有储蓄的习惯的 那储蓄的金额 平均会落在将近是一万两千元 那到底多少钱才算是有钱人呢 我们调查发现呢 有百分之二十六的上班族认为 你至少要有一千万的流动资金 才算是有钱人 那也有百分之四点八 认为说只要有十万元 就是有钱人了 好 我们整体来看平均 平均上班族是认为 你要有四百七十四万 而且是可以流动的 及时流动可运用的资金 才能算得上是有钱人 调查也发现 上班族认为 拥有四百七十四万元的流动资金 就可以称得上是有钱人 而八成六的上班族 在存款超过三百万元时 就会选择分散风险 将钱存在不同的金融机构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道 都曾经在认为 咱俩 说明